想夸夸她的 你还想夸夸她 你夸夸她可以夸夸她 你夸夸她到台下就夸 你刚才 你还送下去是吧 不是扶她一把 哎呦 我本来真的只是想夸夸她的 夸吧 在我眼里呢 就是言语是一个 素质教养是特别好 就是小细节很 很注意 就是跟周围的人融合度就很高 那性格就是 基本上不会让周围的人去讨厌他的那种 就挺nice的性格 然后头脑也很聪明 也希望在座各位老板 能够有人赏识她 然后成为她的伯乐 那你支持她去哪家 你给个意见 异项企业是高丽国企 为什么是呢 高丽国企在我们这挺冷门的 没什么人选 很重要的是在天津有分公司 而且办公地点好像离我单位很近 优胜教育在天津也有分部 好多在天津都有分部 所以异项企业就有两到三个 两到三个是吧 一唱唱 图老师把我女朋友叫上来 我其实既兴奋 然后又忐忑 我怕她也紧张 然后她去上场 其实反正也会带动我 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其实到后面看起来的 效果也还挺好的 我觉得女朋友是我的幸运女神 好 有个女朋友夸了你 是吧 但是我想问你的是 今天你到这来 你觉得你这找的工作是 项目管理和旅游相关 因为刚刚当初跟舅舅就干的是旅游 是 是吧 在你舅舅那干什么 我主要是做这个整个管理 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商量 就是这个设计路线 对设计路线 还是管理团队 其实因为这个 啥都干 所以我 还带团 对 你啥都干呗 你舅舅那公司有多大 不是很大 十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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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你是个复合性角色 对 那你认为你最能干的是哪一块 到底是带团 还是管理 还是设计旅游路线 自己来说在设计旅游路线 包括管理这方面 销售呢 上一家企业是做大客户经理 我自己当然认为 我销售的这个 包括就是销售能力没有问题 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大概是在 底薪不低于多少 七千 七千 对 有没有低于限制 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当然最好是天津 天津以外去不去 如果是周边 比如北京也考虑 但是最好还是天津 好吧 来第一轮选择去考虑 还有九盏灯 天生我有才 上歌是吧 是 上啥歌 丑八怪 丑八怪 谁上的这是 先是先 跟他无关吧 当然无关 跟他完全 瞧你那满脸不屑的样子 没有 你死兵了你 来 唱吧 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火星时代教育的招生顾问 向向你咨询的爱玲 来推荐火星时代的影视剪辑与包装设计的课程 这种学习的课程是脱产学习六个月 学费是两万一千九 然后这个价格在行业中是中等水平 毕业之后 可能去到的地方有影视公司 综艺节目制作公司和视频网站 都可能会要人 比如说像宇东那儿就会要这样的人 好不好 你好呀 我妹妹对这个影视剪辑特别感兴趣 想来咨询一下你们的这个课程 OK 我觉得像您长得这么漂亮 我觉得 我妹妹想来是 您妹妹一定也 一定这个 长相也非常好 所以说 你女朋友再下个座子 我妹妹 你女朋友再下个座子 你女朋友再下个座子 顾及一下女朋友的感受吧 不是这个 因为影视嘛对吧 所以说一定是要 为什么你说话吞吞吐吐 来 我有点紧张 来你上来 我上来 来来来 完了完了完了 来来来 完了完了完了 来来来来 我为什么要上来他会更紧张的 这是一个更大的坑 对对对 面对面销售嘛 对不对 你是你妹妹要咨询是吧 对帮我妹妹咨询一下 妹妹上来 妹妹来来来 妹妹 你是她妹妹啊 不要穿越你的角色 对我 我比较关心我妹妹的这个就业情况 牵着姐姐的手 她如果来上完你这个课程 你如何给她保证说 就一定能够找到这工作 首先我们的 不准看着妹妹看着她 我输钱呢 行 嗯 妹妹长得很好看啊 我觉得 对光漂亮 光漂亮没有用 所以我想来学点真本事 是是 我们这边的老师都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说 我相信他们有这个实力 能让您的妹妹 有一个 在这个素质上 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再一个是 跟我们合作的 签约的公司有很多 所以说 比如说 您妹妹如果没有一定要去的一些企业 我们可以帮忙推荐 呃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还没谈价格呢 那个价位呢 呃 虽然我们的这个知名度在行业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的价 价格还是非常 就是比较中等 我觉得也比较平易近人 嗯 多少钱 两万一千九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有点贵 隔壁只要一万八就能做 就能做完这个培训 也是给我保证说 可以呃 帮我推荐工作 你也知道我们在行业是比较比较领先的 别人家肯定 他会有一些他们的优势 比如说价格或者什么 但是他们交出来的不一定有我家好 当然我 我不想去呃 诋毁我们竞争对手 我只是说不一定 而且我们的资源也在这儿了 我相信我们能给他推荐的呃 所有的这个这个公司 也是最适合的公司 好 来 双方站在一起 三个人都站在一起 站一起 我是变成电灯泡 不然你就当电灯泡 啊 来来来来 站过去 来作为咨询的人员 你说一下他销售能力 他的他有一个优点 其实作为销售来说是 他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气质 这种真诚 其实是呃 再加上一些技巧性的培训 是有可能能够打动到 就是我 我觉得这个销售挺被动的呀 我也是 不是很主动的销售 对对对对 一直是艾琳在问问题 所以你总是在那接招的 我问一下妹妹啊 你刚才作为一个旁观者啊 你刚才说嘛 你的男朋友是一个特别会表达的人 但是在今天在场上 她好像有点不自然 你觉得有因为你 有因为美女客户的原因吗 紧张 我觉得没有 没有 她记住了一个产品特性 还挺好的 她说我们的这个价格 在行业当中是中等水平 但是整体表现 并没有你女朋友说的那么好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销售啊 这个表现挺一般的 就是完全没经验 对 你现在目前就是学历比较好 毕竟是211大学 对吧 然后有过那么一段 简短的工作经历 然后你形象特别好 对 然后容易给人信任感 也就是说 其实你是素质好 但是特质还没显现 缺乏一些专业的培训 谢谢两位 来休息吧 演组的表现呢 让你看得出来 她的基础的教育是足够的 素养很好 也有过一些在海外生活的经验 开拓的视野 一旦想到她把这个女朋友 带到现场 其实应该想到这个会影响她的发挥的 好 第二轮选择缺货累 还有三盏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三位给的职位 来从曹营开始 我能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就在天津 从电锡店长开始 然后我认为你可以成为一个综合的管理者 来来 你苏玲 其实我可以给到你的岗位叫BD专员 偏线下类的操作 比如说做这种体育旅游相结合的这种项目 工作地点在北京 那个燕宇 我觉得可能今天就是因为带家属来了 一般带家属来的选手都不是很放得开 我觉得她竟然有点闷了 十位 那个我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联锁事业部游学项目的 在天津地区的这个储备的主管 对 因为你本身对旅游感兴趣 哎 问一下你像在天津哪来的 你刚才说 地点在海光寺 我可以安排在海光寺附近工作 对 我就这么说的 哎 我们也很近啊 南开大跃城 距离都不是问题 现在北京到天津就是半个小时的高铁 这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 距离不是问题 但女朋友说距离是问题 那就是问题 好不好 面一盏留两盏啊 去吧 很好选呢 不好意思 有请曹妍 陈昊谈钱不商感情 来 请揭晓 哎 都是8000 你开始要求的是7000啊 对 超出你的预期 我想先问一下优胜教育 咱这边 具体的内 工作内容 游学 一个是项目定制和开发 另外一个就是解决游学招生的问题 你带的团队呢 一般一个 一个店的规模是30到40人 那么它会涉及到运营正常的这个运营秩序 销售业务 私教等等的这些这个专业的服务 是一个综合型的管理岗位 她们俩当中选谁呢 哎 女朋友说一下 她们俩当中你选谁啊 嗯 你不用说出她的名字 你就是这儿啊 这儿 哎 哦 咦 真的 真的 真的是这样 我猜的 猜的 好 行吧 那我看看她跟你有没有默契啊 如果她跟你选错了 你们今天就分手好不好 不好 请坐 好 我告诉你 在生活当中说一千到一万 再怎么哄哄搂搂抱抱 都不能证明你们是心有灵犀的一对碧人 是 接下来考验你们默契的时候到了 漂亮 我告诉你 舅舅等的就是这一刻 舅舅说如果你猜错了你就回来吧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猜错 不会猜错 我们看看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十秒钟做出你的最后选择 优胜教育 保利好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留声教育 去吧 祝贺祝贺 好默契啊 哈哈哈 是的